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味道不再麻辣 应该突出蒜香 肉香 尤其是大火热锅 爆香出来的大肉焦香味 今天 小编就把回锅肉的正宗做法分享给大家 希望你能喜欢 所需食材 五花肉 蒜苗 青椒 豆瓣酱 豆骨 甜面酱 花椒 生姜 葱段和酱油 料酒 白糖 盐 制作方法和步骤 第一步 猪肉用五花肉 或者二刀肉都可以 将锅烧热 将五花肉带皮的一面 在热锅里来回蹭 蹭到肉皮稍微变色极好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去掉多余的猪毛和增加质感 第二步 冷水下入五花肉 倒入二勺料酒 放入葱和少许花椒大火烧开 转中火骂熬 捞去浮沫 大约煮煮20分钟 转小火再煮10分钟 至筷子能从带皮的一面轻松插入 并没有血水流出就OK了 提示 将猪肉冷水下锅煮熟 水要一次加足 中途不可以再加水 第三步 将五花肉捞出晾凉 顺着肉的纹理切成片 否则在做成之后 吃起来肉碎没嚼劲 蒜苗切斜刀 青椒去子切菱形片 生姜蒜切片待用 记住煮肉的汤不要倒 后面爆炒要用到 提示 切肉的时候 要等到肉凉了以后再切 这样切出来的肉片比较整齐 炒出来也就更好看 第四步 炒制回锅肉最好选用菜籽油 它和五花肉里的肥油相得一张 先倒入菜籽油 把菜籽油熬熟倒出来备用 另起锅 把锅加热 倒入刚刚制好的熟油 提示 冷锅放生油 会使油熟食 油烟过重想入菜里 既不健康 也影响菜品质量 我们平时在家炒菜也可这么做 第五步 中火将油热后 将五花肉片放在漏勺里 在之前的肉汤里窜一窜水 把肉片窜散 倒入锅中翻炒 制肥油流出肉变色 提示 五花肉片放在漏勺里窜水 可以保持肉的水分和嫩度 做好不容易发印 而且容易翻炒不至于下胶上腻 第六步 将肉拨到一边去 下入花椒和豆瓣酱 炒出红油 再加入甜面酱 豆骨 酱油 料酒翻炒出香味 然后下入蒜苗 青椒 爆炒至断生 快速调入盐和糖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享用了 提示 盐放一点点就可以 因为豆瓣酱和酱油都已经有鲜味了 白糖也只放一点 用来提味提鲜 如果豆瓣酱的颜色觉得不够深 可以再加一些生抽来增色 也可以再加一些料酒来增加香味 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 记得点击收藏 分享或关注哟 你的支持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有不同的意见或看法 也欢迎在文章的下方留言 和大家一起谈